各位早晨,今天是6月17日 昨晚美股方面,經歷了美聯儲宣布加息0.75後的一個反彈 昨天再暴跌血勢 三大指數跌幅介乎在2.4至4.08%之間 市場再度憂慮經濟衰退 但這個時候,昨晚看到中概股已經是偏向跑贏美股 即是大盤這樣暴跌的情況下 個別有些仍然可以低開高走 雖然沒有很強勁反彈 到今天,港股也有跟隨外圍低開 低開100點左右 開市之後,最新跌轉升 正在160點左右,上升21,000的水平 所以整體上來說,我們繼續看港股跑贏美股